第3代新champion 第3代新champion 輝入的是哪一位呢 沒有,所以我沒有做事 沒有做事 那要怎麼開始 前面有效 我現在是菅蘭選手的距離 所以菅蘭選手 菅蘭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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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著可愛臉蛋,高挑身材 虎牙正眉,菅蘭美歐 奪下Crush原子量級王座 追隨師傑卡納的腳步 寄身冠軍行列 展現長腿姐姐的優勢 沒用上頭槌也完全沒問題 以遠距離全腿組合奪下擊倒 首次登上K1擂台就拿下勝利 美歐獎 有外表有身材 這種顏值的K1哪有不捧的可能 而新女王的下個對手 究竟是誰 2019年閃電出現在K1擂台上 宣告正式參戰 這短髮小正妹是什麼來頭 身高153公分 個子雖小 卻有不服輸的強大鬥志 他是2015年Shoot Boxing Girls 48公斤 日本錦標王者 2016年Shoot Boxing Girls 48公斤 亞洲錦標王者 初代Shoot Boxing 女子最小量級王者 Mill Mill本名金春林 小學二年級時 因為看了NHK上有關柔道的戲劇 迷上了演員穿著道服的樣子 不過明明看的是柔道 卻莫名其妙地跟媽媽說 我想要練空手道 就在家附近找了間T拳拳拳館開始訓練 就此踏上立即格鬥之路 16歲那年投入職業拳壇 在Shoot Boxing的戰場上 留下42戰38勝4敗的好成績 Mill被視為Shoot Boxing女王Rena的接班人 但他卻在2019年2月份 打贏現任Rise王者四山日葵後 突然銷聲匿擊 5個月後在社群上閃電宣布移退 引退宣言後才隔一個月 Mill閃電出現在K1賽場 並宣布復出參戰 震驚立即格鬥界 當時還引發了Shoot Boxing官方 控訴雙方仍還有合約的糾紛 讓Mill的K1首戰 整整又在拖了一年後 才登場 來到全新的戰場 首戰對手不好惹 高麗Nuckle每歲 是五戰五勝奪下兩次KO 出道以來還沒輸過的潛力行秀 果真讓一年半沒打比賽的Mill吃足苦頭 然後就繼續訓練 右腳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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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局逐漸呈現一面倒 好不容易再回到賽場上 卻找不回以往的強勢伸手 這讓Mio非常沮喪 再後回到休息室流下眼淚 但這只是開始 下一步該怎麼走才是關鍵 K1出道戰吞敗之後 相隔半年Mio再度出征 這次在年度大賽KF4出場 但對手仍然不是好惹的 前WBO職業拳擊迷你迎擊世界王者山田真子 但才開場就出現意料之外的光景 開局才不到30秒 Mio就以一發後收反擊拳 從前拳擊世界王者身上躲下擊倒 也讓Mio吃下一劑定心丸打得越來越有信心 又是一發後撤步反擊拳 讓山田只能跪在地上 Mio前兩個回合各奪下一次擊倒 只要第三回合沒有絕地大逆轉KO發生 等於是賽果早已底定 三十代二十六 赤王妞 Judgy的中間三十代二十五 赤王妞 以上 立場三代聯合 然後勝出赤王妞 Mio 足足等了兩年 Mio終於在場獲勝滋味 這時候K1看機不可失 馬上就來動腦筋 Mio vs 尖元美優 不再讓隔壁棚的胖獎強盡風頭 K1直接推出美女對決來應戰 兩位選手也很懂操作 賽前在社群上就先來個前哨戰 尖元吃個回轉壽司 Mio就要吃的比他還多 話題吵得十足時 胃眼先轟動 但比戰不管誰贏誰輸 還是得到場上才能見真章 對 這這這對比他還要戰爭 又比賽時 沒有 真是讓手 兩對 我們兩個都能夠健身 當然 紫竿 好 今天是紅色的,但看起來是長足、長腿 尖遠美優162公分,高了Miel快10公分 加上本來就是遠距離漸長的好手 怎麼可能不打距離戰 但Miel賽前放話要用力量贏過對手 也真的不是說說而已 面對尖遠的長腿攻勢,Miel沒有慌了手腳 反倒是耐心的拉近距離 使用得意的連拳攻勢 距離ですね 哇,ストレート 現在簡單的右も返しますよ はい 槍のようにもな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菅原 相手前足 高い Mielの足の後ろのところから 右 Miel一発 想當女武尊的宣言看起來不是虛張聲勢 倒是相較於Miel的沉穩 王者尖遠美優卻執意在距離戰上 反而沒有太多有效的攻勢 馬車加� 忍耐 stimulate grow 参考 tuttum 入らなかったですが2人はすごい タイミングの アッパーだったんですよね さあそしてこの試合は 29対29 一人目は29対29 トントロー 30対29 二比零多數判定Mio擊退現任Crush王者 在正媒對決中獲勝 雖然這不是場頭銜戰 但這一勝對Mio來說非常重要 正式宣告王者Mio回來了 也讓全民們期待 他的下個對手會是誰 好的Mio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最後如果還想聽更多選手的故事 掌握最新的利季格鬥賽事消息 那就一定要訂閱利季豐頻道 更精彩的利季豐格鬥傳說 咱們下次見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